欢迎回来感恩大家点进来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包银耳一米水吧 希望大家会喜欢 银耳一米水是一道菜品 主料是一米 银耳辅料是冰糖也可以放枸杞 银耳一米水 材料有银耳一米红枣 一米洗净备用 由于我是使用气压过 所以一米不需要提前浸泡 一米的质地非常紧实 如果是把它做成粥 一般要提前浸泡至少要六个小时 浸泡半天 这样煮的时候它才容易煮透 红枣洗净剪成小片 雪儿泡软剪成小块 雪儿泡软 许尔根地不要哦 汤锅内装水倒入全部材料煮30分钟 煮好了加冰糖调味就可以了 一米已经煮软了 可以开吃了 一米软糯配着红枣香甜好好吃哦 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 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如果可以请给我一个赞 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感恩大家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的频道里还有更多美味的简易食谱 有兴趣的朋友记得也要去看看了 我的频道有三千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